好 那這個主題也是結合FEA跟EMA的技術 然後再做打擊樂器的設計分析 那這篇報告要闡述的理念 當然就是說所謂virtual testing的概念 什麼樣去做虛擬測試 那當然我們實驗室最近在做的都是做一些打擊樂器 那會簡單介紹一下打擊樂器設計的這些理念 那會看到三個case study 一個是cylophone cylophone就是這個典型的這種木琴 metrophone這個是很簡易型的這種鐵琴 Gong就是我們這個銅鑼 CoupleGong就是銅鑼 有像這次過去實驗室有study過的一個小的真正中 中型中大型的銅鑼 好 那我們講敲擊樂器 percussion instrument percussion的意思就是說我們去敲擊物體 不會去互相碰撞 percussion 那打擊樂器呢 打擊樂器呢 其實可能有什麼用敲的 用搖的 或是用刮的 這些都有 那在這些打擊樂器裡面的分類大概有兩類 一種叫做tune tune就是有音階的 untune就是沒有音階的 那另外一種說法就是叫pitch 或者叫pitch pitch其實就是我們講的音準 像我們pitch 一個pitch就是某一個頻率的pitch 所以tune tune percussion instrument 或者是pitch percussion instrument 就是指有調的樂器 像我們剛剛指的木琴、鐵琴這些都是什麼 有調的樂器 好 還有untune percussion instrument 就是什麼 像 銅鑼 或者是搖鈴、搖鼓 那些都是沒有調的 它沒有辦法演奏 它可能只是做節奏 但是它沒有辦法去演奏一首完整的歌曲 好 所以tune 所以這邊tune來講就是說 它是可以很明確的有pitch 或是note note就是inf 那untune的話 它就是說它的這些音準的頻率 音符的頻率是很單調 它沒有辦法去演奏出一首歌 好 所以我們這邊報告 我們實驗室一世代做的 都是做這種tune percussion instrument 而且特別是用打擊的方式來做的這種打擊樂器 所以這邊報告是介紹裡面 沒有真正去做一下 但是談說 Cylophone這種木琴 Metrophone這個鐵琴 那我們曾經也針對Gong 雖然銅鑼是一種無調性的樂器 但是事實上也有人想要嘗試的把鑼變成是一個有調 能夠組起來演奏一首歌 那木琴是用 當然木琴 當然就知道是用木頭做的 那其實它在超級的時候可能就會選不同的頭 所以不同的頭 塑膠頭 木頭的 或是橡膠頭 打擊頭 可能不一樣可能就會有不同的效果 那鐵琴當然就是用鐵做 銅鑼當然是很傳統的我們所謂的民俗樂器 其實在亞洲地區到處都有 東南亞這邊也有 台灣有 當然台灣很多這些鑼都是從中國那些來的 那台灣也有發展出自己 像這個鑼在台灣就叫植物鑼 那不是主管 零五大裸 這在宜蘭的原作者 好 那我們這邊當然就是看這些 我們這些文獻回顧就不特別看 不過要談一點就是 因為是打擊樂器都是物體的發出聲音的 所以跟結構的振動模態 vibration mode很有關係 那它這樣才會發出它的聲音 好 那如果要去做這種打擊樂器的解圖 我們當然就是要去了解這些振動的模態特性 好 那過去實驗室也有做過探討 針對木禽條 單一個木禽條 然後磁系量測它的尺寸建構模型 然後去了解它的發生機制 好 那在做這個FE model的時候 比較麻煩的地方是 因為木頭 比如這個是X方向Y方向 它的陽次係數EX跟EY 是有很大的差異 所以我們在這個模型裡面 其實就校正了EXEY 那EY跟EZ是讓它是相同的 那做出來以後就可以驗證得很好 不過木質的材料是變異很大 所以實驗室一直還沒有做過 跟木頭相關的這些打擊樂器的發展 好 那其實像這一篇 也特別提出來談 它也是在談 因為這也是針對這個木禽的 它就在講UNDERCUT 就是把這個UNDERCUT看怎麼切 它的概念也是要產生簡潔背平音 所以簡潔背平音 我們這件事也發展了這種簡潔背平音的樂器 那事實上也有人在發展這樣的工作 所以這篇報告主要就是在說 我們怎麼樣用FEA 就是有限元素分析 以及怎麼用EMA實驗模態分析的技術 把它整合在一起做Virtual Testing 就是虛擬測試 那虛擬測試就是 我們就是透過分析來做結構的設計 那這結構的設計 我們是特別應用在打擊樂器上 那理念上如果要做Virtual Testing 第一步就是做模型驗證 模型驗證就是得到什麼 有效的有訊元素模型 基本上就是做分析模型 得到分析模型以後 我們就可以去做響應預測 然後預測出來以後 當然也驗證OK了 那我們就可以在這個地方循環 做結構的設計變更 改到我們想要的 然後才去做新的東西 所以為什麼叫Virtual 因為通通是在軟體裡面做分析 那要做模型驗證的話 我們就要建分析模型 跟對實際結構去做EMA 那我們做法呢 在做完模態分析可以得到 這個分析模型的模態參數 實驗的時候也可以得到模態參數 那這模態參數當然有三個 自然頻率對應的模態陣型 以及對應的阻擬比 那要特別注意的就是說 主尼筆 模態主尼筆 只有實驗可以得到 那我們概念上 如果 模態參數 能夠混合的話 那我們就會說 分析的模型跟實際的結構是很效的 那這邊就是 有了這些構想以後 我們就看看我們 這一篇報告相當一次回顧 我們實驗室 做過了這三個案例的歷程 像 這個就是從 實際的一個木型裡面 抓了旗燈一根 把它自由懸吊起來 做EMA 做實驗模態分析 那所以我們就可以得到 每一根的自然頻率 以及它的 模態陣型 Bending Mode像這些 然後同樣的 有得到這些幾何 就去建構它的F1 Model 也去做模態分析 也可以得到 自然頻率 以及對應的 模態陣型 如果真正去比對的話 其實也達到 很成功的 達到它的 預測 就是分析跟實驗 是很明確的對應的 那如果再看 這個F 這個頻率響應函數 這頻率響應函數 這橫座標是頻率 動作標就是頻率響應函數 注意它的單位就是 G除上牛頓 所以它是 加速度 除上外力 好 然後這是11點 好 這是位置 1號點的位置 1號點的V的輸入 這裡面有三條曲線 第一條黑色的就是實驗的 Synthesize是 做完科技品以後得到的結果 所以實驗的跟 Synthesize很穩合 代表我們科技性的結果是很正確的 那看起來確實是這樣 然後再來要注意的是 理論分析 這邊的理論分析其實就是FEA 跟實驗的結果做比對 這兩個比對的結果 如果FF對應得很好 也代表是什麼 分析的模型又是正確的 因為這是FF的角度在看 那這些FF每一個峰值 這些就是它自然頻率 像這個就是第一個自然頻率 這個第一個自然頻率 所對應的模態陣型長這樣 那可以看到頻率越高 它的模態陣型的結線位置 就更明顯 所以像這個就是它結線 藍色的就是它一些結線 在響應預測的時候 因為我們這是要做打擊一類器 所以在響應預測 我們實際上去量 比如敲了A點 這是敲A點的位置 它出來就是只有什麼 三個模態有聲音 在3E、5E、7E 那這3E 我們在3E的地方稍微解讀一下 就是說它這個是正、負 中間是正的 它有兩個結線 所以這叫3E 然後5E的時候 大概就是 有四個結線有五個位置 那你看中間 那為什麼敲正中間 只有這三個模態有 因為像它的4E 它剛有敲中間的話 它是結線 所以記不起來 所以在敲正中間的點的時候 大概就真的就出現 這三個模態的聲音 敲了Y點 像這個位置是敲C的點 模態就多了一些 這個位置是敲B的點 Y的一點點 可能5、6 事實上這邊可能就是 1、2 其他的一些模態就出現 那當然一般正常 敲幾個在這裡 不過如果 以實務上在敲的時候 也可能沒那麼準 所以也一些其他的模態 都有可能會出現 但是這個是它的主頻率 那這邊再講一個打擊樂器的原理 第一個發生的模態 它所對應的頻率 就是音階的頻率 後面的這些音 我們都叫做泛音 這都叫做泛音 有了這些模型驗證過後 分析的跟實驗的比對 模型確認 也跟聲音量測的比對 可以充分了解它的特性 那其實概念上這邊沒有真正去做設計 但是提出一個概念性設計 就是結構的自然頻率 通常會跟厚度成正比 跟它的長度方向平方成反比 所以透過這些其實如果用比例說放 真的就可以很明確的設計出 不同音階的結構的尺寸大小 另外再來這個例子 是一個普通型的鐵琴 鐵琴是Metalophone 如果你看看 剛剛木頭的時候是什麼 Stylephone 這個地方是Metalophone 所以這是金層 那這個我們當然 這是一個鐵琴 所以也是對這個結構去做有限數模型 對實際的一個鐵琴 也去做實驗模太分析 那去確認它的 模太參數的比對 是不是吻合 吻合的話 那我們就可以確認 分析模型跟實際結構是等效 那這個也是模型驗證的結果 可以看到每一個模太 這個每一個公值就是每一個模太 它們對應的模太分析 那這邊一樣有三條曲線 這個黑的有 這個是沒有實驗 這個是FEA 紅色的是實驗的 那藍色的這個三角形是Synthesize 所以同樣的 這兩條曲線確認的就是說 我們實驗做Coviting的可靠性 算對應的很好 那FEA跟實驗這三條線 也就比對的都很一致 那表示我們這個分析模型是算很可靠 那可靠以後一樣這個地方 像這個case就是敲A點的時候 你就可以發現3E5E是特別比較高的 4E因為它可能沒有辦法敲到很中間 所以4E有微微的出來 但是它的峰值就沒有像3E5E這麼高 好 那敲到B的旁邊點 多了一些模太高度就出來了 那敲了C最旁邊這一點的時候 哇那一些其他的模太也出現 那事實上有了 因為有做了這樣的了解 做了分析模型 做了這些聲音的預測 做了聲音的量測 我們就確認說 喔什麼模太會發出聲音 那事實上我們就發展了其他方法 像這兩個鐵琴片呢 現在也都獲得了專利了 這是一個和弦的鐵琴片 概念是敲了這個和弦片呢 它也會有出現像這樣的頻率峰值 然後這個頻率峰值呢 比如說這個是C的音 這個是Mi的音 這個是Mi的音 這個是So的音 所以C、E、G合在一起就是什麼 和弦音 大三和弦 C、C大調的C和弦 所以這個就是很厲害啦 敲個點就可以得到和弦音 那傳統上像如果用打擊樂器 要敲三個音 是要拿三個棒子 三個銅子敲 那另外這個銅鑼也是一樣 像這個銅鑼也是做了分析模型 跟對實際的結構去做 模型驗證 那它其實會產生的聲音 是像這樣子的模態 它才會產生的聲音 那像這個就是一個實際的示意圖 你敲中間的時候 其實它出現的這些模態很少 都是屬於這種整圈在動的模態 那如果敲旁邊的時候 它一些其他的這些模態 像這種模態 邊緣震動這種模態就會出現 那這個也是實際上實驗量測的結果 這是實際量測的頻譜 然後跟模態的對應 那這樣就充分了解這個螺的特性 那事實上原先我們也做了這些設計 不過螺不容易製作 所以雖然有構想 但是一直沒有去做實體的東西 透過這些尺寸的設計 事實上也可以有機會設計出 剪斜被領印 所以這篇報告其實在闡述的內容 也是在談 結合FEA 結合EMA 然後針對樂器 針對打擊樂器 pocket instrument的設計 那有探討了這三種 木琴 鐵琴 還有 鋒螺 那引用的FEA跟EMA 其實在做的就是我們講的虛擬測試 Virtual Testing 那這個Virtual Testing的流程 其實有三大步驟 第一個步驟是要做模型驗證 透過FEA跟EMA 確認模型的正確性 然後再做響應預測 在這個 在打擊樂器的響應預測 其實是透過什麼 我們是去量聲音 量聲音 就是所謂的PSD GPP 那怎麼樣去量聲音 其實也是需要 實驗的技術去量聲音 量聲音 知道這些特性 那才能去跟FEA的結果去做比對 那模型的設計的變更 那當然我們可以針對我們的目標頻率 去做一些幾何設計 然後達到我們要的新型樂器的發展 好 那這篇報告呢 其實 就 闡述這東西 還是把 FEA跟EMA 結合在一起 那這兩個 FEA跟EMA 直接說都是一種技術 一種工具 那我們把這個工具 可以用在 打擊業區的設計 同樣的這種概念 其實也可以用在其他工程結構 好 那這是這篇報告的介紹